远远看以为是小岛 镜头拉近一点 军舰的身形逐渐明显 中间还断成两截 塞尔维亚河港城市普拉沃夫 附近出现了数十艘军舰残骸 据了解这些是二战时期沉没河中的德国军舰 而这些军舰残骸只有在多脑河处于低水位时 才会浮出水面 进而影响河上的交通 欧洲当前正面临大干旱 数个月破纪录的高温 让欧洲许多国家都因为河流水位下降 造成交通阻塞 各国当局都正在想方设法 其中塞尔维亚当局已经透过挖泥疏通 来让多脑河航运保持畅通 干旱不仅造成河流干涸 干燥高温的气候更容易引发野火 西班牙东部瓦伦西亚地区出现野火肆虐 当局出动了军方三十六架飞机 以及四百多人来协助灭火 据了解这场野火已经烧毁一万九千公顷的土地 附近村庄有一千多人紧急撤离 不过临近的意大利和法国却是迎来了大风暴 法国科西岛多处露营区 有大树遭到时速224公里的墙风连根拔起 一名女童和一名男子被倒塌的树压道不幸丧生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知名的观光景点 也遭到强烈风暴袭击 瞬间的狂风暴雨 把广场上的遮阳伞都吹上天 这场致命的风暴 从法国 奥地利到斯洛维尼亚 都有灾情传出 欢迎新闻图文君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